这个是最神奇的 通话翻译 如果说今天我们是讲完话 变成文字 然后再翻译 这个每一家都有 我现在是说 我打给美国 我打到美国 跟美国人讲英文 我打到希腊 讲希腊文 我这边讲中文 双方可以互通 电话即使 我讲中文 他听到的是英文 他讲英文 我听到的是中文 所以不用再 他讲英文 已经你听不到英文了 他直接翻给你 从话筒里面传过来 就是中文 中文 好恐怖 但如果说 如果说我先讲完 再变文字再翻译 这个每一家都有 而且时间会延迟 这个就没有毫无延迟 这个是即使的 所以三星是13种语言 Google是49种语言 现在已经有的通话翻译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版本 那当然其他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 祝华 以后我们出国 而且AI手机 明年就会逐渐越来越普遍 我觉得马上冲击到 就是导游 翻译人员 对 而且还必须透过这些人 帮我们做翻译 才能够理解 对 好 那刚刚讲的是 即使通话 智慧搜寻 智慧搜寻 像说三星Google 小米 他们是 我拿着手机圈 一圈旋 例如看到一张海报 驻华的海报 好 那我只要一圈 他就告诉我 他是谁 驻华在哪个时间 哪个地点 要举办什么活动 或者我到餐厅 餐厅来 我一圈 他可以告诉我 这餐厅的 他什么菜比较好 评价如何 是 这个叫做智慧搜寻 好 那他是用手机嘛 对不对 我圈就好 苹果是拍照 我拍完照以后 苹果会告诉你 这个状况 所以你会发觉 AI手机这六大功能 最受 那个必备的一定是 深层跟智慧摘要 可是你会发觉 目前三星 那个他是今年 今年推出的嘛 那那个三星 统计了消费者的结果 这六大里面 你知道消费者最常用 最常用哦 猜一下是哪一个 我猜 这里面最常用的是 智慧搜寻好了 哎呀 厉害 是吗 没错 对 所以呢 这个深层跟灾要是必备 但是消费者最常用的是搜寻 因为我很希望能够照到 聚敏哥的时候就直接告诉我 明天涨停股有哪一些 这样子 OK 好 但最后我想问一下 曾老师 如果各家都往这边的发展 各家也陆续的希望能够补齐这个勾勾 你觉得各家品牌未来的AI手机成败的关键可能会是什么呢 那当然是这些要好用 第二个当然是价格 对因为毕竟消费者而言还是价格敏感度 那那个苹果呢 他到目前销售状况不好 就是他的那个Apple Intelligence 还没有推出来 所以消费者感受不到差异 所以买AI手机 消费者会最在乎的是 像说你那个通话翻译 还有你的LLM 代表模型好不好用 是了解了 太精彩了 谢谢子昂老师 请先回座了 好这是目前AI手机可以做到的 您手中的手机到底现在可以用到哪些的AI功能 大家心里有个底下字要换的时候 也知道方向在哪里了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股市的基本面来检测一下 红海上个礼拜六公布 营收了都说 10月的上半月是红海的厂子 营收表现不错 明天又有红海科技日股价冻上来了 还有谁基本没有底气 休息一下 专家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